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会感动你的执着 终于考虑跟你在一起了 你有可能决入三角列吗 两个人爱我也算是三角 对 我是这种 你应该看不出来 可是你好乐观喔 不可能喔 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去介入人家的 也不会 只是很多人爱你 对 是人家介入我的 太多了 人家爱你 大家都爱你 爱到不得了 感情上总是藕断丝连的人 手面向上有什么特征 一个呢 它就属于双眼 双眼就是这个时候要分还是不分 考虑的就 就是你总觉得要还是不要嘛 不要就算了嘛 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它就是还是下不了决定 对 应该这样还是这样 它就反而很多的犹豫 当然这种人就比较忧郁了啦 考虑的比较多一点就是 还要告诉你下半年会遇到 恋爱对象的星座 跟精神运红不浪的生肖 各是谁 精彩内容比较多喔 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艾佳来说 她是一个鲁凯琳 欢迎伴瑞君 主持人好 丹麦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瑞君 艾佳来说大家好 真的是很赞 这个是算你在戏剧里面的 口头禅 对 我非常地谢谢华哥 但我也不知道应该卸她还怨她 怎么说呢 因为以前起码在路上人家看到我 说范小姐 范瑞君 现在不是直接 艾佳来说 对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 它很像是一个那个 就是好像会发笑的一个按钮 你知道吗 有时候因为我其实平常 并不会讲艾佳来说 对 可是有时候为了看大家那么高兴 我就会讲说艾佳来说大家好 然后大家就很乐很乐 对 然后就这样子 我想看你身口上默默地讲艾佳来说 你要不要试试看 就例如说 你跟你男朋友吵架的时候 你会怎样 艾佳 你怎么会这样欺負我 你知道我身心吗 你知道吗 那你这样艾佳来说 要不然你这样对台湾 我就不认试了 好厉害喔 不是 可是我觉得这样讲 就很逊你知道吗 很逊对不对 而且一点都没有什么生气的样子 就突然间人家就觉得很想笑 不然你就用艾佳来说 你想跟她炒饭 会不会太快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有点跟不上这个节目的镜子 对不起 不行了 我们从慢慢来好了 OK 你只要吃到Ending式炒饭就好了 OK 好了解 我慢慢推 前面就是刚刚炒饭 那那个上管子点菜 上管子点菜是不是 对 你要开始 闫家来说 给你们最好吃的 最多的东西都给我拿出来 你知道吗 我是一个专业的记者嘛 也算是好的人 尤其我现在带在那些 人家里面的生活病 我三点说人家里面小孩 她不是啦 她是我们阿伯 我们本来就是好的人 她又是主食 对吧 虽然说我现在六伯 但是你也是点最好的东西来吃 谢谢你闫家来说 好厉害喔 你看我再下牌了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可是真的很厉害耶 好 那我们直接跳到炒饭好不好 因为中间的过程 太久了啦 好吧 那要讲什么 怎么要求炒饭 我们常常用炒饭来说 对… 炒饭来说 今天肯定有很厉害的 对 你是不是很厉害 跟我来 炒饭来说 你知道的 就是炒饭来说 就炒饭来说 王哥会杀了我 所以我滥用他的炒饭来说 可是我个人觉得 因为这个角色就是非常分明 就是你的那个爱恨情仇 就是还蛮明显的 你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人 其实我跟你讲很有趣喔 我觉得 其实我跟华哥不是很熟 可是我非常认同 林丽婷杨别来说的这个角色 其实大家仔细看 他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是专业的记者 所以他那时候大家都觉得 他在欺负方嘉宜 其实不是 因为他就觉得说 这是我的专业 我希望看到有一个专业的人 而不是像你这种 没有经验的人 所以他就百般挑剔 可是后来你看 他好像有点义正义协 他开始会做一些坏事 没错 其实是为爱 那是因为他爱上了固定员 然后固定员 对 固定员叫他做什么 他就跟着做 那我现在跟着黄志明 其实我也是什么事情 都为了黄志明 对 就是让他磨夺家产干嘛的 那我就觉得跟我真的很像 你真的会这样子吗 没有 因为我朋友 常常在讲说 平常看我比如说 聊我自己工作上的事 或者聊我生活上的事 他们都觉得我脑筋很清楚 然后好像还蛮严谨的 可是只要一讲到感情 他们就会觉得 跟白痴没两样 打混沌一仗就对了 所以你在感情上面也是 狮子座 对 狮子座真的是这样 看这个 对 平常都很OK 对不对 对 平常都很顾问 对 可是讲别人都很清楚 对 可是自己遇到了就不行 你有遇到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 你这个跳脱不出来吗 我就是只要遇到感情 遇到我爱的人我就不行 那你会不会就是一旦爱到了 你就会非常执着说 我一定要把他要到手 会不会 对 你是说对方在你身边吗 对 你会就是一直这样是不是 让他就在你身边 然后你也不让他走或什么之类 你会一直想 我比较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说句话实话 就是刚好比较缘分的 比较没有那种强要 你知道 因为我其实有点懒 我有点爱面子 那有些女孩子 她在行为上可能会比较激烈的 可是她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我要的东西 我一定非得要到手不可 对 她会用很多方法 那就像这个 我们这阵子看到这个 很多的媒体在报导这个 迷歌跟夏依的事件 那我们对他们两个事情 我们不是这么的清楚了解 因为我们不是当事者 可是我们从媒体的这个 报导的内容 我们可以得知说 可能夏老师是那种就是 他可以 原本是觉得他可以不顾名分 可是他到后来 他发现真的一旦爱上了 他觉得他必须要 真的要需要名分的人 那当然其中的一些这个过程 我们不是那么了解 我们也不能做评断 只是得知 有这样的讯息出来 那当然这个状况 当然也发生在很多社会上 也会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都遇到这样的状况 不只是他们这个世界 只是把这个世界提出来 让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所以我们从星座来看一下好了 到底什么样的星座女生 在感情上面 她一旦爱上了 她就非得要到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金星两颗星都要参考一下了 好 那日君的太阳星座呢 是狮子座 金星在巨蟹座 那她刚刚说呢 她并没有这样的经验 也没有说爱上了非要要到手不可 我们来看看她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 那那个佳琪的金星也是巨蟹 对 都没用的 对 超没用的 金星在巨蟹 金星在巨蟹 对啊 训掉 训卡 真的 那我们就懂了 这样就懂了 对 那那个高老师的金星在巨蟹座 对 那我们就来看看 谁是爱上了就一定要要到手呢 好 第五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双鱼座 双鱼座呢是走迂回曲折的剧情路线 为什么呢 这个终于要到手的这一件事情 很可能在你们认识之后 中间她又交了别的男朋友 你也交了别的女朋友 可是若干年后如果再相逢 最后呢你们终于成就了一段童话般的佳话 然后呢大家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双鱼座的女生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因为双鱼座总是有本事让男生对她魂牵梦气 或者是分开了以后仍然念念不忘 所以无论如何双鱼座就是有本事让男生为她着迷 所以她要的男生变成只是说她清点的问题而已 这么多男生都为她着迷 再来指她要哪一个 好 我们来看第四名 太阳惊心如若落到了 水瓶座 哇 水瓶座 真的喔 我一直以为水瓶座是很理性的 不会 对 我也不会 遇到感情就不理性了 其实水瓶座的问题也是外的问题 而且非常的执着 这个叫总有一天等到你 当然有那种风花雪月型的水瓶 但是那个是少之又少 蛮多水瓶其实很执着 而且他们是属于那种别人劝也劝不听的 因为对他来说 就像瑞军刚刚讲 今生缘今世把它圆满了 了结 对 要今世把它了结 所以他如果很执着于那一个人 他放不下就是放不下 他就是会等你 可能十年 可能十五年 可能二十年 你想象都想象不到 可是最后很多人会感动于水瓶座的执着 终于考虑跟你在一起了 因为很多水瓶座是这样等到的 终有一天等到你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也许有别人会来追求 但是他都不为所动 他也不会去试试看 他就是听不下去 他就是执着这一个 这个不解除那个设定 或不解除那个魔咒 他就是没有办法看到下一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摩羯座 摩羯座了 摩羯座了 爱上了就一定要得到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不放弃 他总觉得他也不是随便爱上 那个爱上的感觉也不是假的 对 这样就放弃了 那不是浪费了他之前的资源吗 浪费了他的努力吗 所以不到最后一刻 只要不是翻脸 他都不会放弃 就算结婚吗 应该这么讲 不是说结婚 结婚的话 他可能还会跟你保持联络 只要他有一丝希望 他都会尽量跟你保持联络 用各种各样的理由 比如说 如果你没有把我当女朋友 那我们就先当普通朋友 然后如果有工作 那我们要不要工作上也合作一下 总而言之 一定要跟你联上关系 那联上关系 可能就会有机会再相处 可能就会有机会再交谈 那他就可以见夫插针 所以摩羯座的女生 不放弃的功利格是一等一 好 我们来看他有更伟大的 第二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加签你的双子 原来你是啃角色 不会啊 我不懂 我不知道 真是可怕的啃角色 我真的会啊 其实双子座还蛮很角色的 双子座是好强 你一旦让他觉得那个好胜心一起 我怎么会输 双子座还蛮多的 安杰丽娜琼 还有夏老师 也是双子 然后我也是双子 然后莫我也是双子 小S也是双子 还蛮多人是双子座 其实双子座本身条件也不错 通常表现很出色 男生也对他难以忘怀 所以他要得到吗 搞不好要得到 对 而且双子座态度会比较强势一点 强势 他会强势一点 因为他会讲得很明白 我这么厉害 我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要我 你不要我的话 那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 他会讲得很明白 通常男生在遇到这种 比较强势的态度的时候 说不定会举手就范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第一名太阳金星 我落到了天蝎座 这个也是执着一族啊 而且这个执着还事关面子啊 就是一定非得要 因为大家都在看 是这样的 谁这么爱要 谁真的要面子啊 而且其实天蝎座也很清楚 他已经心里牵挂到什么程度 如果得不到的话 他会茶不思 饭不想 然后可能整个人也会病奄奄的吧 所以一定要要到 要到的话就会有爱的快乐 爱的快乐才会让他再活过来 所以这个非要不可 是救命仙丹 是 这已经不是爱不爱的问题了 这是关乎性命的问题 所以对天蝎座的人来 对天蝎座女生来说 她一旦爱上了 基本上 应该也没有要不到的吧 因为天蝎女为了爱呢 她也可以远走天涯 抛家这个弃父母之类的 很多天蝎座女生 做得出这种事情来 就是为了爱她可以 做所有的一切改变 包括改变她自己 你以为天蝎女是很坚硬的 劝不动的 你错了 只要她爱上了那个人 为了那个人 她可以做任何的改变 所以这几个上榜的女生 其实就是 她们耐力都很强 对 然后也很愿意忍让 对 然后执念很深 执念很强 所以她们就算是一个狠角色 可是半任性没有上榜 她没有上榜 世子座是应该 也是那种好胜心很强的吧 她是短期奔跑型的 对 她没有办法 奔跑完就累了 对 没有办法这么执着 而且你说她要不到 要不到最后她心里想 那就算了 对啊 越赔越多 真的啊 可是我觉得我们世座通常都会 她不是很隐性的 她喜欢会很明显让一个人知道 对 我会觉得勇于表达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逻辑 就是说 如果有人喜欢你 你都很开心嘛 对 那如果你可以让你喜欢的对象很开心 为什么不做咧 对 这方面的面子我倒是不怕丢 而且如果对方到处去乱讲的话 我觉得那是认清一个人 我并不丢脸 因为刚刚范日君有讲说 她是一个在爱情里面的 可能也是个俗辣 不是可能 就是俗辣 我承认你 你有点俗辣 那当然呢 我在其实在前一世里面 也有点那种俗辣角色 可是我却上榜 却是一个狠角色 对 你是狠角色 那会不会是一个在前一世里面 其实你有这样的浅能 所以大家赶快来测试看看 你有成为爱情中狠角色的潜力吗 来 其实在爱情中狠角色呢 可是会掌握两个人 在两人世界中的一个主控权 今天谁要测验呢 我们进入你的前一世 我们测验一下呢 你有成为爱情中狠角色的潜力吗 大家看有没有这个爱情中狠角色的潜力了 看一下今天的题目 半夜失眠的你呢 明天还要工作 你会怎么办 第一个 你会常的数羊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一直数 数到我也不知道要去睡着 这样子 那第二个呢 就吃一点东西 那第三个呢 上网或看电视 第四个呢 看书或听音乐 好 三人姐你会选哪一个 嗯 我是很少失眠啦 可是最近的我会选择上网或看电视 上网或看电视 嗯 OK 好 那唐老师你呢 我也是上网看电视耶 那这样不就一样俗辣 你这样不就害怕啊 对啊 不一定啊 我自己以为我自己是俗辣 搞不好我不是 对 搞不好 那你不要信心 唐老师你呢 看书 看书 我听音乐 果然是古代人 对啊 可是 我都错过耶 我看电视 看书就是这两件事 目前 对 我选一个 看电视 看电视 看书还看电视 好痛苦啊 看书看书看书 吃东西好 我不可能吃东西 我就是看书 因为我是睡觉前看书 就是这个习惯 OK 看书好了 好 好 好 观众朋友如果选完 我们请高老师来告诉大家 你到底是不是在这个 爱情里面有这个 狠角色的这个潜力了 好不好 其实半夜失眠 明天还要工作 你会选择躺着鼠羊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有成为爱情中 狠角色的潜能吗 赶快看 你会为了吃定对方 而对另外一半强势 其实这类型的人 你的功力只能吃定另外一半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在你挑选对象的时候 一定要挑那种很乖的 很老实的 这样的话 你才能吃定对方 否则的话 如果你挑个比你凶的话 你可能被对方吃定 所以观众朋友选这个单 记得 对象是非常非常重要 决定你成为狠角色的 一个决定的关键 OK 好 赶快看一下选择二的 吃点东西 现场没有人选 好半夜失眠 明天还要工作 你会选择 吃点东西的话呢 你有成为爱情中 狠角色的潜能吗 赶快来看一下 当你为了捍卫爱情的时候呢 你会顽强的对抗第三者 其实这类型的人呢 他非常注意呢 就是爱情的领土啊 这个领土呢 是绝对绝对不能让第三者来侵入啊 那再加上呢 他内心非常的传统啊 他觉得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这个爱情 保护这个家啊 所以当第三者来的时候 他平常很柔弱了 这时候突然站起来 跟另外这个第三者对抗到底啊 所以观众朋友选这个单呢 女球第三者入侵的时候呢 你的狠功呢 才会发功哦 嗯 我觉得很像我耶 真的吗 我应该选这个 后面还有 真的吗 对 因为我常常会有个幻想啊 就是我觉得如果那种 侵入我家庭的人 我要是古代我一定会换 就是顾请一个杀手 发凝虐自食 不是 我光是想象到说 纵使他不在我的眼前 不在我的领域 我光是想到在同一个地球 那个人还在欢笑 偶尔还会欢笑 然后还会跟我呼吸 同样的空气 不行 真的假的 其实你算蛮狠的耶 没有就只有对 就侵略 侵略我的那个小小的领土 看你们那个龙卷风的编剧小组 把它编到死这样 真的 真的 就是那种感觉 很真气 OK 好 赶快看一下 第三 选择三的 就是上网或看电视的 半夜失眠的 李老师 唐老师 唐老师跟瑞君 对 半夜失眠的明天 还有工作要做的话呢 你会选择上网或看电视 像这两位一样 如果观众朋友选这个单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你有成为爱情中狠角色的潜力吗 赶快看 别做梦了 你只是爱情中的软角虾而已 对不起 邱老师 怎么会这样啊 我就说一定是死了 然后我们有人侵犯的时候 我们也站不起来吗 是 是 你心都想而已 你心都想而已 是不是心都想啊 你确定你心都想过 可是你有想过 你真的会这样做吗 而且我还跟我朋友放狠话 我说不要让我看到对方 如果让我看到对方 我一定要打他一巴掌 然后我同学都会想说 你不要 不要 你是公众人物 不要这样子很丢人 结果我还叫我朋友说 你没敢理他 给我试试看 就是料狠话 一直料狠话 结果我自己看到他 我一直闪他 然后闪到后来 我发现对方一直在看 所以我就跟他不小心 拭目对到 对到以后我就 还跟你说 你用的东西 对于这件事情 我同学把我骂到臭头 然后我觉得 这是我一生当中 耿耿鱼怀的一件事 是啊 人家有没有办法 因为人家就很诚恳 一直盯着你看 盯着你看 对那你怎么办 你就对到 你好 就这样子啊 好 董老师你会吗 你会闪还是会直视看着他 还是 天仙座争气一点 那个 基本上 那个第三者的话 我是不会对他留情 但是男朋友的话 我还是会原谅他 好 我事要事要事要 男朋友是一定要原谅的 对啊 所以有够 我现在针对的是第三者 所以坏 我留心那个男的 我比他争气一点 这样讲讲 我们女人真的很没用耶 我们女人很忽呀 坏的是那个男的好不好 对啊 那男的才是最坏的 对 如果一次还可以啦 你看 两次 对 一次就有两次 奇怪的朋友呢 我们都会觉得说 你可能是狠角色 在大家看你们 其实呢 在你们内心深处呢 只要爱上了 就很在乎对方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你以前的狠呢 完全都没有了 反而变成软脚虾 被对方吃得死死的 所以观众朋友选这个单呢 在爱情中 你常常是吃闷亏的那个人 嗯 没错 OK 换我了 然后来看一下观众朋友 如选四 看书 或是看电 看书或是听音乐 好 半夜失眠呢 明天还要工作 你会选择看书或是听音乐 跟我们黄老师跟嘉倩一样呢 你们有成为爱情中 狠角色的潜力吗 赶快看喔 你们是属于最高明的狠角色 以柔克刚吃定另外一半 于无形中 好棒喔 我以为要改看书 嘉倩老师 我觉得我常跟这种人做朋友 真的吗 对 在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不要一群都是 没有用的货色 对 因为那边的同学大多都没有用 真的喔 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讲来讲去 大家觉得算了吧 原谅她 什么样 都是这种的 对 好 嘉倩 嘉倩就会教你很多方法 对 我常常教人家很多方法 很多方法 就比较理性一点点 其实我教的方法 其实都是那种 我以人性为作为出发点 对 我不会针对这个星座 我不会针对这个人的个性 我会针对人性 因为我觉得人性是不变的 你往那最深层的潜意识 就是那个人性 你去钻它 你就赢了 对 我个人是这样 所以我都可以提供很多人家 等一下留下您的电话 那有什么问题 我告诉你 我还在想说 这个节目要不要开辟一个人性单元 我跟朋友要慎选之 对 其实嘉倩说得很 对 其实这类型的潜意识中 他经历很多事情之后 他会以人性为出发点 他觉得很多事情不能够轻举妄动 很多事情要很理性地分析 然后再做很多的动作 或说很多的话 所以观众朋友选这个答案 你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明的狠角色了 所以原来我是厉害的人 对 好 那我们都知道说 谈到感情的时候 一定会走到尽头 对 当你走到尽头你觉得 你是那种很干脆说好 让你走 还是说你会跟他这样拖泥带水 这样子 砍拖 砍拖啊 拖泥带水 那个情思很难去斩断 你是哪一种 我觉得要看对象 其实我对爱情的看法很悲观 我觉得你遇到一个人相爱 只有四个结局 就是不是你离开他 就是他离开你 运气好一点的话就是你先死 要不然就是他先死 对 就是这么几个 对 就是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只有看到这四个结局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说 把握时光 我讨厌在那个交往的过程当中 多一天不愉快 我就觉得损失一天 就是尽量都要愉快嘛 对 这么短这样子 那我永远记得有一个小说 说一句话 他说再怎么美丽的开始不重要 如何美丽的结束才是最重要 最重要 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大学文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漂亮的ending 可是并不容易 所以你知道真的碰到感情有很多方法 有些人呢是那种 他可以很快他就是斩断这个情思 有些人他就是会跟你牵扯不清 所以今天我们问一下黄老师 从手面相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手面相的人 他在感觉上面 他就是跟人家这样子 藕断丝连牵扯不清的 好不好 来 好 像这些人呢 他的长相特色是什么呢 首先从面相来看 第一个就是眉毛不是很浓的 眉毛是淡的 我们现在这浓眉的人一定就是敢恨敢爱 不然我就可以不然 但是就算了 他会有这样子 淡淡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现象 眉毛 第二个呢是看一下他会双眼皮 就单眼皮跟双眼皮来讲 单眼皮并不是绝对 因为我要看眼睛大小来比 就是眼睛比较大 然后双眼皮的人比较拿不起放不下 或者说比较感情脆弱 会拖拖拉拉的 那如果说是单眼皮的人 我们直接就举最近的热门的尼哥 一看就好了 尼哥他就是双眼皮 还有眉毛就是比较淡 比较酥的不是很浓的 下衣的呢他就是单眼皮 但是眉毛因为他是化的 我就比较不晓得 那么尼哥呢他就属于双眼皮 双眼皮就是这个时候要分还是不分 考虑的就 就是你总觉得要还是不要嘛 不要就算了嘛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他就是还是下不了决定 对 应该这样还是这样 他就反而很多的犹豫 当然这种人就比较忧郁了 考虑的比较多一点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三根比较低的 也是这样子 三根代表意志力 我们说三根挺的人呢 跌倒可以再爬起来 跌倒了没关系 我们从头来过 但是如果陷下去的 就会比较陷在那种多愁善感 感情用事 不知道怎么办 或者是钻在死胡同里面的这种感觉 好 那么这几个呢 就是任何一项 就比较是属于拖拖拉拉 那种比较能够 藕断失联 脱泥赖水的长相 以犯罪亲来讲 它不是这一种型的 它跟我 它并不适合我这上面 但是因为它颧骨很强 它颧骨强 然后这边 颧骨旁边叫颧饼 饼又往上 所以这个它是要说 如果断它就断 它应该是马上断 它比较不会说 我要再给你拖拖拉什么 就好像唐老师也是一样 唐老师也不会说 不要了 还在那边拖再拖 不要就算了 钢老师呢 钢老师比较会拖 它可以拖好多年 不拖老师 拖了年好多老师 你才是 好 咱们看一下首相 首相也有两个线 可以把看出这个特色来 第一个就是智慧线 智慧线一般来讲的话 大概到这里这样就是标准的 但是有些智慧线是往下 又拖得很长很长很长 这种就是想太多了 智慧线就是想 它的思考 就是想的甚至有点光说不练 或者不切实际的只在想 这种就有点忧郁症 往下的 因为它这个拖拖拖 不知道怎么切 又切不断 最后很可能就是 所谓的忧郁症的 属于这一列的 刚才我看过梵志军的朋友 对 可是它好长 可是它没有往下 它没有往下 要长又往下才算 对 我很长 那第二种也是感情线 感情线直接就是这样子 就是拖拖拉拉 藕断失联的感觉 就是像我现在画的 这种感情线 那这种感情线 事实上就是 它比较是受人家支配 在感情的方面 它比较属于被动型的 不会主动型的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是被动的 那因为既然是被动 它就比较自己觉得 它比较没有主意的意思 好 那么感情线 这两个只要有一个就算了 以上五个五种特色 任何一项就算 这种人的感情 不是那种很强烈的 感恨感爱的 而是比较有点 你觉得它 要不要不说 多泥带水 就是那种灰色地带 模糊地带 就是要跟不要 其实就是在那边 犹豫不决 其实那种感情 是最让人家痛苦的 对 真的很讨厌 所以你说 现在要谈感情的事情 说实在真的是 太多太多问题 包括就是 那个藕断失联 还有一种状况 就是为什么藕断失联 就是这个好 或者那个不好 或者那个好 或是怎么样 所以就变形成三角形力 这样状况真的 常常发生在社会上 发生在我们的生活 每一个角度 对不对 因为你刚刚之前有讲说 你有曾经有一个案例 然后碰到可能男朋友的 另外一个对象 暧昧的对象 那你就直接 还跟人家打招呼 对啦 那个是什么状况 没有啊 那你怎么知道 要戳人家上口 就说你们这样戳人家上口 对 人家不说 那这样子好了 我可以知道结果吗 结果 那当然是我好 真的吗 当然啦 当然是 有一句话蛮好的 以前牛神哥送给我一句话 就说 对 当然不一定 这是通用的 有些男人真的不值得等待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男人 我不是在替男人说话 但有的时候他们出去比一比就知道 真的 就知道家里那个有多好 真的 我也曾经被人家比较过 真的是捡到宝 对啊 真的 是不是回来 是不是觉得家里那个好 对 可是后来我不要 真的好苦气喔你 苦气 电话留下来 你跟你讲啊 搞人性的啊 到现在那个人都还对他念念不忘呢 对 好了 确定要留我电话吗 确定 确定要叫我这个朋友吗 对 很有用对不对 什么 叫你妈都可以 我可以让你发觉我更多人性的部分 因为朋友是要互相的 对 你就知道人性有多么的没出息 OK 我告诉你我最会骂这种人 对 OK 没关系 我们今天当然就从我们的这个 潜意识里面来这个 来看看 就是你发生三角习题的这个指数 到底有多高 因为我相信 一定都会有这样的机遇发生 只是看你有没有碰到 是我们介入人家还是被人家介入 都有 三角习题好不好 来 高老师 好 其实两人世界中啊 如果有第三者呢 真的是太挤了 今天随便要测验呢 我们就进入你的潜意识 我们来看一下 你发生三角习题的指数 到底有多高呢 好 赶快看一下今天的题目 你爬进一个山洞呢 你觉得在山洞的出口 你会看到什么 你爬进一个山洞 那你觉得山洞的出口 会出现什么 然后第一个 市区 然后第二个你看到是森林 第三个呢 就是平原 好 平原 平原 我喜欢那种空旷的感觉 OK 那那个 唐老师 市区吧 市区 OK 好 黄老师 一定是森林 其他都不可能 我不是平原 就市区耶 我好极端耶 我好痛苦啊 好啦 平原 好啦 市区 好 那赶快看一下今天 这个我们高老师 要怎么告诉大家 这个你进入这个 三角习题的指数 到底有多高了好不好 好 当你爬进山洞的时候呢 你觉得山洞的出口呢 会是市区啊 跟我们唐老师跟嘉谦一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位 或是你呢 发生三角习题的指数 到底有多高 赶快看一下 55啊 因为聪明的你呢 不会陷入太深 会理性的评估 事实的退出 对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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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会评估哦 对 如果他会伤害我 我就会赶快打住 我千万不能太爱上他 我会赶快告诉自己 冷下来 冷下来 对 一直想他坏的地方 嗯 没错 好 其实这类型呢 越来越懂得爱自己 而且呢 以自我为中心 他会觉得说 我就算很爱他的话呢 如果有第三组的出现 会不会觉得把事情 弄得很混乱 再加上说 如果我自己跳下去的话 会不会造成伤害 或者说这个男生呢 或是这个女生 值不值得呢 我花这么多的时间 来去争取啊 所以观众朋友选 这个答案呢 虽然你刚开始呢 会有点迷惘 可是呢 你会退一步呢 用理性的分析 来仔细地评估 适不适合 如果不适合的话 你会很理性地退出 嗯 好准 这个真的很准 嗯 这个也要奉献所有的朋友 对 真的 遇到三角七角的时候很难 对 很难 因为你已经犯感情了 可是你一定要理性一点 理性一点 我知道很难 可是你一定要做到 对 因为不是别人告诉你要做到 你就做到 那是做不到 可是你一定要加油 对 要坚强一点 一定要加油 对 OK 好 赶快来看一下选择二 就是森林的 好 现场没有人选 有 有 黄老师 有 黄老师 对 黄老师 好 当你爬进山洞呢 你觉得山洞出口是森林 跟我们黄老师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发生三角席的指数 到底有多高 大家来看一下 九十九 好 很严重 对爱呢 很执着 又斥育的你呢 很容易掉进这个 三角席题中 其这类型的人呢 不管年纪多大 尤其是目前这个状况 你很想谈恋爱的感觉 所以要特别注意 有时候爱呢 其实有时候想就好了 如果你太痴语 或太执着的时候呢 可能会让很多很多人 觉得很烦恼 所以观众朋友学 这个答案有时候呢 放下其实比较重要 不要呢 就是一股脑的 全虾全盲的投进一个 三角恋情中 会让很多人都很痛苦了 我们三角是两个人 爱我也算三角 对 我是这种 你应该看不出来 可是你好乐观喔 对啊 开脑 不可能嘛 不可能 不可能 可能去介入人家的 也不会 只是很多人爱你 对 是人家介入我的 太多了 你爱你 大家都爱你 爱到不得了 对 爱到心坎里 对 好可疑 一直被女人夹空 真的是 OK好 好 当你选择三的就是平原 对 当你爬进山洞的时候 你觉得山洞出口是平原 跟我们瑞俊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发生三角吸踢的指数 目前到底有多高 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发生三角吸踢的指数 目前到底有多高 赶快看喔 不行你 只有二十啊 因为懂得保护自己的你呢 宁愿爱自己 也不要受到任何的情伤 所以不会被介入 也不会去介入 不会 不会 不过这都是真的 我如果喜欢一个人 我会很投入 但是我好像从来 没有喜欢过 有女朋友或有老婆 这个我也没办法 真的很恭喜你喔 在爱情中呢 你不会介入第三者 第三者也不会介入你们了 哎呀 真的恭喜这个 选择这个三平原的 对不对 你现在懂 不要靠近我的势力范围 对 她会选她的一拳之下 对 施力之外的话 没错 那你现在有交男朋友吗 有啊 有 那现在状况怎么样 就平平顺顺 努力经营嘛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 彼此的协调跟经营 我觉得不是人生来就是合的 我曾经一直在想说 上帝不是说人会找到另外的 另外一半嘛 对 变成一颗球 所以我发现其实蛮困难的 我觉得其实当大家 经过了一些时间跟环境 你要就算是那个另外一半 你其实都要坦坦灰尘啊 嗯哼 清清泥巴啊 对 才有办法再合成一体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大家都 不要太固执 有时候多为对方着想 没错 因为有时候谈到这个感情 你说要不要自私 你要不要想到对方 那个就是拿捏粉串 对 你懂吗 这个就是能软自私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还是要这个 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 因为当然大家就是 遇到那种恋爱对象 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给大家一个希望 在2005的下半年呢 什么样子新作的人 有机会 可以碰到恋爱对象啦 嗯 太阳上升的 我们都要参考一下咯 那瑞君的太阳是这个 狮子 然后它的上升是巨蟹座 又是巨蟹 是的 是的 你上升巨蟹 你好巨 我好没用 可是我月亮在天蟹 对啊 一点帮忙都没有吗 没有办法 对 她也是月亮天蟹 我月亮天蟹 你月亮天蟹 我会以为我内在很狠耶 但是要走到你的内在才有机会啊 嗯 对对对 好 然后江青的上升是在处女 你的上升是在巨蟹 天蟹 那黄老师上升是在巨蟹 我们来看谁有机会谈恋爱 下半年的时候 第三名 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 水瓶座 水瓶座应该一天到晚都在谈恋爱吧 不一定喔 就算想谈恋爱 但是这个时候可是有遇到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的机会喔 这个下半年是 有可能是真命天子的 因为她会遇到一个蛮不错的对象 就不是烂桃花那种 不是 而且要她主动去追求 或主动去表白 因为水瓶座另外一个守护星是土星 走到她的夫妻宫了 在下半年 所以她会觉得这一次 她非常想要好好的定下来 而且未来两年至少 她都会想要好好的经营她 很可能也会比较放不下 所以被水瓶座爱上的话呢 还不错喔 可以考虑一下 跟她定下来喔 好 第二名 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嘉谦的 双子座 我今天都没有用主持人风范 怎么会呢 什么东西都你自己上榜 放来这么多什么 不是 那也没办法 来宾都没办法上榜 就中了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吗 你都有对象了 我们这种没对象 当然要碰到一个嘛 好吧 其实给我们就鼓励嘛 这一整年以来 双子座都还蛮红不让的 沐昕依然在你的恋爱宫徘徊 一直到11月为止 那在这11月之前呢 你的恋爱大门都还是开着的 到11月就关了是吧 当然不是 假的 就算关起来 你只要闪得进去 关不关 算什么 你都已经谈成恋爱了 所以双子座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另外一半的话 麻烦把握的最后机会 在下半年的时候 是的 别人会对你好 真的 所以双子座的这个恋爱呢 其实谈得蛮轻松的 是不要太患得患失 应该是人家对你 非常的喜爱才对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好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瑞军的上升 好了 继续做 你现在开心 希望 希望你现在跟他就是 什么时候开心呢 什么 你说你跟 那个不重要啊 新的对 比较有新的 对啊 那是有机会啊 对不对 OK 好 基本上呢 这个 上升在巨蟹 或太阳那巨蟹的人呢 你们跟双子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你们的感情是慢慢来的 嗯 可能现在就已经认识了 然后也好像就有点像朋友 嗯 然后可是 可是呢 越到那年底的时候 越沉越香 心意越来越相通 经营越来越有成 然后两个人的默契也越来越好 那种那个 都不讲话 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也知道我在想什么的感觉 会让巨蟹的人觉得心满意足 嗯 所以下半年的时候 会觉得幸福洋溢 好 所以太阳上升落来这三个星座的人 下半年都桃花为你而开 恭喜你啦 恭喜恭喜啦 完美的结束啦 恭喜这个节目 对 开心对不对 对 当然呢 就像这个瑞君就是在这个爱情上面 也非常的顺利 那如果观众朋友呢 你们刚刚没有上榜的没有关系 我们接下来看 205下半年的金钱运势了 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 从生肖运势排行榜来看一下了 来 黄老师 好 我们用生肖来看 看今年下半年金钱运最好的生肖 我们列出三名来 最近是属老鼠的 老鼠 家间是属牛的 牛 那高老师 唐老师 两位是属蛇的 不过插了一轮的蛇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到底我们有没有上榜 不是这个笑话 还那么热 不行 不会 好热喔 人家消你一轮 对啊 好啦 黄老师来 我们等一下第三名 黄老师真的很可言 对 第三名是财艺环灰 财艺圆滚滚 财艺就是不管是音乐 美术 表演 通告都算 你会一直接到 千财而来的 这是什么生肖呢 这个是属牛的 所有属牛的 家间属牛 所有属牛的都有可能 但是郑月参的 农历郑月参的牛 又是更好 更旺 那属牛的 例如说家间 书友盆 刘德华 珍宝怡 菜头 张学友等等之类 都是属牛的 真的啊 好 其实我们看一下第二名 财库宽广 能赚能存 表示他正财偏财都有 正财可能是自己努力的 偏财说不定是人家送的 父母送的 男朋友送的 或者怎么样 意外得到的多算 对 那么这一种的生肖是什么呢 是属鸡 尤其是九月份 农历九月份生的鸡 整个鸡都不错了 但是九月份生的是更好 对 那么这个例如有 桃子 王妃 杨帆等等 这些人都是属鸡的 最后是最好的第一名 财神庇佑 红图大发 表示他正财自己赚 那么另外偏财呢 他去投资也算 投资另外有什么事业 都是钱财都非常的好 这是什么生肖呢 这是属老鼠的十二月生 哇 整个属老鼠都不错 那十二月份生的 会是更好 那属老鼠的例如说 包括有房子 娇 张慧妹 品贯 文英 等等之类 包括我们的今天特别来宾 也是 就是今年下半年 财运最好最旺的生肖 恭喜 又有练习 又有财 哇塞 你有沒有觉得我们的开运多棒 真的 我们真的是没有设计 真的就是这样子 让它重了 对 你看嘛 我就觉得是明明之中都有注定 真的 没有人点我一下 我可能就过完下半年 没错 真的 好 今天谢谢这个瑞姬 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也要谢谢你 祝福你在未来的这个 事业上 感情上 会越来越顺利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也谢谢观伯 收看 谢谢 你怀疑朱孝天在外面 跟那个彬彬 好 就是好像有暧昧 那你觉得你对这一方面 你明不敏感 就是 对 你会不会觉得说 是不是有怪怪的 或什么 你会不会这种 我是很敏感 你很敏感 我其实很敏感 可是我不讲 因为会吵架而已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过东森卫视 及e-titter day网站 收看本节目 不如看到 感受到 也怕 影响 感受一下 你看 非常 明不知 相关